今天中午睡醒以后 然后发现外面下了好大的雪 今天要录一个雪天配炸鸡的一个VLOG 我今天就是翻箱倒柜翻到了两条围巾 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怎么带个围巾 想说今天好不容易下一次雪 就带一个米白色的还是这个色的 看这个四 OK 等我换一套衣服 下雪啦 配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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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我的这个 围巾 感觉瞬间都温暖了好多 现在要去买 变的 看我变的 这就是鸡腿吗 这是鸡腿吗 这就是鸡腿 我来自的 对 好了 鸡腿买了 买点凉菜 哈哈 接下来 上一种 这就是鸡腿的 叫做那个 就是鸡腿 这个围巾 围巾太爱瘦了 hormone sob 谢谢 哈哈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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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努力努力 买完了 下雪了 ok 我们现在用那个 我把那个刚刚买的鸡翅和鸡腿解冻一下 现在先加点面粉 加两个鸡蛋 盐浇粉 搅拌均匀 接着把那个腌制好的鸡翅 然后放在玉米淀粉这裹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油锅里 这油呢大概烧它八成熟就好了 然后把刚刚那个鸡翅然后再捞出来再炸多一次 噔噔噔噔噔 给它来个特写 这算炸鸡吗 因为我看到外面的皮都给脱没了 不过没关系 就是 尝试过才知道嘛 人生嘛 必须必须得尝试一下 然后我把刚刚那个凉菜也倒出来了 这个腐竹 海带 黄瓜 还有莲藕 还有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我吃脆脆的 好 好 我要开始尝试一下我的这个 炸鸡翅 今天的主题 可以 应该熟了吧 还可以啦其实 就是 嗯 嗯 好吃 就是少了一点酱料 其他里没有番茄酱 二手番茄酱就更好了 好吃 这是我 是我人生第一次做那个炸鸡吗 配上这个凉菜 炸鸡要配可乐 别人配啤酒 但是 喝啤酒 古代喝啤酒 干杯 吃完牌就封面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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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